高雄左營高鐵站 四樓停車場入口處 時常有車輛 貪圖方便 違規林亭 原名男子開車經過 就親身遇到了 當場和林亭的車輛 駕駛乘客吵了起來 場面相當的火爆 男子氣到事後立刻檢舉 畫面曝光 也引來了網友一面倒塌伐 先按了一扇喇叭 提醒前面休旅車 違規擋路了 沒想到去 似乎沒有用 一連三聲喇叭 外加閃大燈示意 結果前方休旅車 不但沒動駕駛 還趁機下車換人開 越講火越大 這時前方休旅車又下來 一名男乘客助陣嗆殺 火爆衝突維持將近一分多鐘 好不容易大家都動了 又二度爆發衝突 踢 打打打打打 事發就在十五號晚間九點多 一名男子載人來到高雄 左營高鐵站四樓停車場入口處 一旁明明就是紅線 前方休旅車卻疑似貪圖 方便林平換駕駛 雙方當場吵了起來 男子氣不過也立刻線上檢舉 而畫面在網路曝光 則是引發網友一片倒塌擊 直呼真的是有樣學樣 昭通亂下 而時機回到左營高鐵站直擊 不少車輛湧進來 還是會偷吃布違規林平 也許可以繞一下 一定要等到這邊 可能我們國人大家素養 可能還沒到那裡 截至十八號外環 違規林平已經開出 313張罰單 儘管警方當下沒見獲報案 不過不積極也不加強取締 違規情形不斷上演 要是釀成意外 民眾質疑聲浪恐怕接連而來 只有高雄做不到